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价格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在价格策略之外 成本的管控上面 其实对于鸿海集团来说 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策略 日本当地通路业调查报告指出 今年上半年夏浦以市占率达31.5% 称霸日本4K电视市场 Sony 27.9%紧追载后 第三名则是松下 不过在手机的布局上 远远比不上电视的版器 去年夏浦在鸿海的主导下 推出全球首创异形全荧幕技术的新机 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但中国本土品牌早就厮杀一片 夏浦新机销量推估在10万到20万只 再加上夏浦近期股价惨跌 原先计划的增资案临时喊咖 不排除是因为这些金融股的股东 因为听到这一次的这个要注销优先股的股权 所以其实故意的在日本的市场上面 抛售夏浦的这个个股 造成它的股价持续的下跌 鸿海转投资的夏浦 极其拓展版图 但市场接受度看来大不相同 37番谷高树林芒山台北相报道